凭真本是在世间立足 努力成为 一介女伤 努力成为 来 师父 我一直想跟你说 在我心里 我早就把您当作了我的娘亲 我没有家 与你装就是我的家 可是 我都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我的本命其实叫做仙小妮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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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霓裳 别哭了 霓裳 别哭了 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儿了 万万没想到 才短短数日便物是人非 阴阳相隔了 我那苦命的义妹一生坎坷 眼看着云锦庄生育渐落 且又培养了许多出类拔催的弟子 没想到 那些弟子呢 他们都去哪儿了 云锦庄虽然遭了难 所幸弟子们都已学成结业 自然是有家的回家 那没有家的 霓裳姑娘又去了何处呢 那孩子无父无母 听说是带着原乡和承天 一起去了京城西郊 原庄主不幸蒙难 子虞来迟 愿原庄主入土为安 早生极乐 谢小妮 这名字为什么这么熟悉 感觉似曾相识 黄姨姐姐 黄姨 黄姨姐姐 黄姨 黄姨 你快看啊 黄姨 黄姨 王爷 您怎么样 王爷 头又疼了 王爷 谢小你 王爷 反正此地无事了 您身体又不舒服 运送此地的车队 明日启程 所幸 我们跟车队 一块儿回京城吧 好